其实大年初一很多特别节目都是在讲很多的习俗啊那些的 我们当然也有 可是今天特别的是提说我们的很多的来宾呢 跟家人相处的感情的一个珍惜 那也希望说这样子呢 是不是让很多过不去的 我们讲说过年就是人际关系的肉搏战 有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 那艳丽 听完这两位讲完你还继续骂你爸吗 其实我觉得我先讲一下 我们家大概有三个小孩 干嘛 好延续一下 因为真的很多很多家庭真的不知道到底几个小孩 我们家大概三个那我是老妖 那其实听完石崎跟敏凤讲 我觉得他们对爸爸都好温柔哦 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从小跟我爸的关系没有特别特别的好 那再加上就是从小就因为 做男性女 还好还好还好 这个一定要讲还好 我爸年纪大八十五岁 对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因为跟爸爸其实是有点距离感 所以这几年我爸如果他跟我反应什么事情 我觉得我大概态度都会比较 用比较凶比较直接的方式 因为其实老人家的问题都是 一直在重复 比如说像我每一年过年回去 我爸就会说 严丽啊爸爸快死了你要记得好好照顾妈妈 那因为这句话他大概已经重复讲十年了 对也就说他七十五岁开始不听见他 他快死了 可是未来真的不知道啊 所以要先讲啊 对那其实我前几年我就会很震惊的 我就会跟他说 爸你放心 那个好 你要什么样的方式 我都会乖乖的按照你的意思去做 可是这几年因为算是重复太多次 然后我就觉得我也很平 我就跟我爸说 爸 其实你的身体比我好太多 我一年健保卡用一百次 你一年用不到二十次吧 所以我觉得你活得比我好 然后接下来我又很快的跟我爸说 而且爸你活了八十五岁 够本了耶 要开心耶 而我爸本来就是很紧张心 就会对我揍得很开心 所以其实我觉得老人家有很多 很多时候他就是不停在愁着 像是你是女儿 就这样就巴了 但我觉得我爸的反应也蛮有乐趣的 他就会觉得说 其实我还是蛮关心他的 然后我每次回去他就会说 严丽啊赶快帮我看一下 这个药是吃什么 那个药是吃什么 其实我觉得他都知道 他只是喜欢我在提醒他 那为什么他会为红包发飙呢 我觉得我爸的记性一直很好 这是我非常感恩他的事 正确来讲 我感恩他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身体一直非常好 那我很多同学 爸爸有失智症啊 或者是他一直海默 那相当于我爸身体非常健康 所以让我少操了很多心 所以爸非常感谢你 你的健康是我人生最大的财产 第二件事情 我爸记性非常好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的好记性也是 传承到我爸 那因为我爸记性很好 所以其实那时候毕业之后包红包 坦白讲你不太会去记得你前一年包多少 我都会忘记耶 如果没有记录的话 因为真的很忙嘛 那有一年 我每年包都照物价指数长 那有一年我在想 可能是因为我真的是前一年到底包多少 我忘记了 那我就包了一个数字 然后那年年夜饭吃完之后 我觉得气氛变得很奇怪 好 怪到就是呢 我爸都不讲话 那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后来呢 我就跟我妈说 妈你去问问看 爸到底哪里不开心 过年耶 他镜头就睡得着吗 他 我在看他镜头睡不着 他就是看电视啊 然后后来就是 我妈就去当和事了 我妈就问他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到底哪里惹他不开心 我爸就说 包的比去年还要少 我记录一击 我真的不知道 我包的比去年还要少 记性不错耶 我爸记性非常好 那我猜他应该也没有做笔记 但是他知道我到底包多少 所以后来隔年我就学乖了 我就会拿笔记本 把每一年包给我爸 包给我妈 不管是三姐 或者是过年的一个金额 那理论上我爸 他比较喜欢看到的数字 是每一年都往上加一点点 比如说每一年加个两千块之类的 这样他会觉得我过得比较好 那你爸爸冲进去房间生气 后来有补一点给他吗 当然有啊 我又来了啦 就我觉得起码隔天他是开心的 对如果不补的话 我想我日子应该会蛮难的 他们真的会 他们会真的都不晓得 你真的也很感恩耶 他们什么都会忘记 金额就是不会忘记耶 我觉得这也是很感恩啊 老人、小孩是不是也这一部分啊 不是啦 我觉得是特性耶 贪宅肯死 哎呀 爱说过去啦 对啊 对爱说过去 然后我爸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他非常非常妙 有一年过年 那我们也是在聊天 不好意思我爸说了 贪宅肯死睡不觉了 那些哥哥也说过去啦 对啊都说过去 那我爸讲过去就是每年都在讲 反正他讲了何大被人都听不懂 这是什么 要人能听就赶快听 对不对 其实真的都听不懂 因为都是打转的事情 什么 八二三炮炸 然后什么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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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什么 什么砍来砍去 其实我真的都 大部分都听不懂 那反正他就是在不停缅怀 他过去的事情 他我要讲的是 我爸最妙是有一年 我们就是在吃饭 然后吃完饭之后呢 我爸就突然讲一句话说 眼里啊 你的电视我有看哦 然后呢 你在新闻娃娃娃说 从小家里就很穷 所以你不停的打工 常常肚子很饿 你跟我说 你真的觉得家里很穷吗 那我 在过年其实 我已经不要惹祸 也不是惹祸 因为我觉得反正我们就是 有很多的生活的经验 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然后我觉得在过年的时候 爸爸讲这种话来质疑你 其实他只是想要知道 你真的觉得 你当年日子过得很苦 他可能没有别的意思 那我还来不及回答 我姐很有正义感 我姐就立刻说 对啊 你觉得他很有钱吗 不然他干嘛四处打工 那整个气氛就冷下来 对 当场就鸦雀无声 然后我就跟我爸说 爸来赌博啦 因为反正赌博的话 我们都是让他赢 他就会开心 然后就巧妙把这件事情 都化解掉 我觉得长辈很在乎这个耶 像我也是接受专访 我说我妈当初呢 就是因为我外婆呢 为了三千块的聘金呢 就把我妈给嫁了这样子 我妈超不开心的 然后我说 是怎样 啊不是 你不是因为这样子 嫁 因为当时 台湾女孩子要嫁给外省人 是 真的是 但是一般都不太愿意的 都卡住我自己割装 是啊 后来我妈不高兴的点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明明阿嬷就是因为八千块 不是因为三千块 哦 哦 跟五千块 聘金 聘金少奖 对啊 对啊 少奖五千他就变贱卖 这样子 是吗 对啊 不过以前的 八千 八千 所以其实 真的以前 要嫁外省 朋友 真的 那都是 家里都很困苦 你知道吗 对啊 不然就是 这叫的点 好特殊 其实我觉得 爸爸妈妈都会很认真 看我们节目 然后就会关心我们说 那你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 那我觉得 我对我爸是 就是真正有一次 我觉得说 我是爱他的 是因为我爸几年前 他那个时候呢 也是 呃 他有些身体的状况 然后他就住进来 家户病房 嗯 那那你红包有没有包多一点 那你也要有 好 然后重点是呢 其实我 我一直觉得 好像因为我们一直都没有跟他住在一起 然后你会觉得你不是那么爱他 嗯 哦 对 可是当你看到他 他在病房上面 嗯 然后我就跟我姐 我们两个人就一直握他的手 我们就跟他说 爸加油 加油 你要蹭过去 你要挺过去 其实那时候已经败血症了 嗯 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在录 小五哥的节目 然后我妈 我妈狂扣我 嗯 然后你就赶回台中 对 我就立刻赶回台中 嗯 因为我那时候好像录影 录到快结束 然后就赶回台中 那其实我那时候 那车马费有拿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这样问是因为我说你再哭下去我们节目就录不亮了 对对对 会录不完 哈哈哈哈 其实说真的我这集一点都没有想要哭 过年嘛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姐就是一人就是拉着我爸的一只手 然后就跟我爸加油加油加油 那其实他就开始挣扎了 那我就知道说他有这个斗志还要继续活下去 嗯 那本来位置就是我我姐跟我爸的感情 我觉得有一个四节 那我不知道我爸知不知道 其实我也蛮希望 你姐姐跟你爸爸 我也蛮希望借我这个节目让我爸知道 哦这四节等一下 好不好来 我们先休息今晚就 啊 啊 爸爸 爸爸真的看哇哇哦 妈妈也看哦 妈还比较毛妈 好 好 等这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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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